这些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中远海洪 简选原因是7月第一个交易日 航运板块升势全面 成交亦见上扬 而且台湾三大航运公司 亦见到大成交向上 反映有资金立偷步吸纳航运股 预料反弹持续性较高 资金免驱动配合预期达入9月份进入旺季 航运业预料会盈利复苏 股份关注集装商业务以欧美为主的中远海洪1919 第四季是行业的传统旺季 戴和引述管理层说到 集团近期部分业务出现反弹 认利能力有所改善 从货运的数据来看 5至6月份货运量按年跌幅收窄 按月就出现增长 而内部预订数据亦反映 未来两个星期订单量只在回升 但要判断业务复苏仍然然然之上早 对旺季展望审神 不过管理层指目前低期的现货运价 不可能长期维持 特别是跨太平洋航线 计划将远东航线集装商的运量 加价100至200美元 股价走势方面 中远海洪近日升穿5月伸延以来的下降轨 收保7.4 可以在7.2附近吸纳 目标在5月份高位8.3 跌穿6.7便适宜止舍 ro Knock roと ro ro ro